无事男子会开健身房砸掉承重墙 找出墙体开裂 整栋楼变成微房 李师傅你把这面墙给我砸了 我现在要把这儿装修成健身房 这样看起来就宽敞多了 那李师傅看了看说道 大哥看这墙体的结构好像是承重墙 承重墙是不能砸的 文言那金链哥愣了一下 承重墙什么是承重墙 那种墙就不能砸吗 看见大哥不懂 李师傅解释道 承重墙是主要负责承担楼层重量的一种特殊墙体 砸了会导致房屋承重 主体结构发生变化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房屋倒塌等问题 听到会导致房屋倒塌 那大哥却是不屑地说道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就砸一面墙 怎么可能导致房屋倒塌 再说了你看这四周 不都全部是墙体吗 就算是承重墙 少了一面又会怎么样 你哥这儿吓唬谁呢 我网上看他们装修都是随便砸的 砸了之后宽敞多了 这样才方便 我开设健身房 见大哥不相信 那李师傅继续劝说道 大哥是真的 承重墙要是被砸了 有可能咱们这一栋楼开裂 到时候变成了微房 咱们可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啊 听到装修师傅默默唧唧的 那金炼哥直接暴怒 他妈的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老子花钱让你做点事情 都默默唧唧的 就算是承重墙 又怎么样 我都说了 整栋楼又不是 只有这一面承重墙 今天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墙都必须给我砸 随即他顿了顿 接着说道 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五百块钱 你赶紧的 看到大哥又加了五百块钱 那装修师傅确实心中了 他老妈刚住院 正是用钱的时候 再想到这是沉重墙 于是说道 要我砸也不是不可以 除非你再加五百 然后写下承诺书 这是你自己强制要求我砸的 出了任何事情 不关我的事 看见装修师傅默默唧唧的 金炼哥不高兴的说道 行的行的 我现在就写承诺书 一个大男人做点事情 真是婆婆妈妈的 难怪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干着最低级的苦力 接着他就掏出纸盒笔 签订了承诺书 承诺书 我已经写好了 现在总可以砸了吧 好的好的 别忘记给我 加一千块钱 随即当时就开始 慌慌慌地砸成重墙 然而与此同时 我正在家里看黑丝 突然楼层猛地晃动 这可把我吓个不轻 墙上更是出现了一条裂缝 见此情形 我以为地震来了 慌忙朝外面跑去 只见楼下聚满了人 大家都纷纷在讨论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靠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家里睡午觉 忽然一声巨响把我吵醒 我家客厅就出现了 一条巨大的裂痕 是啊是啊 我家也是这样的 我正在陪孩子写作业 一声巨响后 客厅也出现了裂痕 此时我才明白 原来不仅仅是我家客厅 出现了裂痕 其他人也同样出现了裂痕 这时突然有个业主 惊慌地说道 大家快看 我们的楼房裂开了 随着大家的目光看去 只见整栋楼出现了 一条巨大的裂痕 看着岌岌可危 整栋楼都有随时倒塌的风险 我靠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房子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痕 这我们还怎么住啊 是啊是啊 我这房子可是花了近五百万买的 这才住了两年 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办啊 我听说我们三楼 有个金炼哥最近租下 整个三楼装修 开设一个健身房 那你一直在搞装修 该不是他装修出了问题吗 走 大家去看看去 随即我就和众人 一起来到了301门口 带头的住户 敲了敲房门 很快金炼哥就打开了房门 你们来瞧我家房门 做什么 吃饱了撑的没事 干了对吧 带头的住户 看见金炼哥 这气势又看见他 带着一条智慧大金炼 不难断定 他就是健身房老板 于是客气的说道 大哥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发现 自家客厅出现了裂痕 整栋楼也出现了一条 巨大的裂痕以及倾斜 我们怀疑和您在装修健身房有关系 所以麻烦你让我们进去一看究竟 金炼哥今天忙着规划 下一步的装修现在还没有出门 听到住户们说 墙体裂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也是心中一惊 但此时它是绝不能让住户发现问题的 于是说道 看什么看 老子装修房子 你们看什么 墙体裂开 和我有什么关系 赶紧给我滚 大哥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 确定和你没有关系后 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确定一些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都说了 我家再搞装修 准备开一个健身房 里面涉及多项商业机密 是你们这般穷屌丝 能随随便便看的吗 然而就在这时 后面的一个住户 看到了里面有一面墙体被砸了 于是说道 大家往里面看 里面有一面墙体被砸了 还有钢筋呢 那应该是承重墙 听到这话 众人心头一惊 随即就闯了进去 无事男子 退开健身房 砸掉承重墙 导致墙体开裂 整栋楼变成微房 神 什么 你把承重墙给砸了 当众人得知金链哥 为了装修砸掉了承重墙后 直接大怒 你知不知道 这是一面承重墙 承重墙是不能砸的 砸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然而金链哥文言 却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因为在他看来 不过就是一面墙 这四周 不全都是墙体吗 于是说道 瞧瞧你们 就这点出息 一点小事情都慌慌张张的 不就是一面承重墙吗 砸了 又能怎么样 你看看这四周这么多墙 难道少了一面墙房子 还能倒塌不成 然而随着此话一出 住户们火气更大了 虽然他们都不是装修工 但还是知道 不能砸承重墙 这个基本常识 踏马的金链哥 你知不知道 承重墙的作用 它是用来承担 房屋主体结构重量的 一种特殊墙体 一旦被砸 或者人为破坏 会导致房屋主体结构 发成改变 会导致房屋倒塌的 哟哟哟 还房屋倒塌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我也不是被吓大的 如果说真砸了一面墙 就倒了那 也是房屋质量的问题 和我砸墙有什么关系 见金链哥还在嘴硬 在头的住户继续说道 现在我们楼到外面 已经出现了裂痕 而且我们家里的墙壁上 也都出现了裂痕 现在这种情况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房屋倒塌的 随着在头住户的这番话一出 在场的几个住户们都慌了 你说什么会导致房屋倒塌 那现在怎么办 这套房子可是我花了 大半辈子的积蓄买的 这要是塌了可怎么办啊 是啊是啊 现在外面已经出现了 一条这么大的裂缝 看着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 我们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 带头的住户说道 大家先冷静 我们现在去找物业问清楚 这只物业到底知不知道 随即众人一起来到了物业处 物业经理看到一下子 来了这么多人 不耐烦的说道 你们都闲得没事 干了事吧 集体来我这儿做什么 看见物业经理这副态度 带头的住户忍不了了 踏马的你个物业经理 一天除了收物业费的时候积极 小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物业经理文言 疑惑的说道 出事了 出什么事情了 你自己和我们来看 随即众人来到了楼下 只见一栋楼外面 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痕 看着岌岌可危 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 物业经理见状脸色 瞬间惨白 他颤颤巍巍的说道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什么情况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 三楼的金链哥为了装修健身房 把承重墙给砸了 而你还悠哉悠哉的 坐在办公室里 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有人砸了承重墙 物业经理也是彻底慌了 随即又和众人来到现场 只见一面墙被砸得七零八落 现场钢筋更是直接被砸断 这 这是承重墙 你居然把承重墙给砸了 看到大家都这么惊慌 金链哥这时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但他还是假装镇定的说道 不就是一面墙吗 慌慌张张的 做什么 既然不能砸 我现在就重新把它修复好 不就行了 修复 现在修复 还有什么用 房屋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 墙壁已经裂开了 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 我们报警吧 文言物业经理这时候却出来打圆场 因为他知道这事情要是闹大了 不仅自己这个物业经理职位保不住 可能还得摊上官司 于是说道 大家先稍安勿躁 虽然现在墙体裂开了 但是其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我们都还尤为可知 先这样吧 我现在就联系专家过来检测 等专家检测完之后 我们再说 见此情形大家也不好多说 只有等专家过来再做定夺 不一会儿专家就带着检测报告来到了现场 经过我方权威机构检测 现确定房屋裂痕是因为三楼装修 拆除承重墙导致房屋主体承重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开裂 现在房屋被评定为微房地址 已不能满足安全居住条件 现在所有住户紧急疏离 或投亲靠友 或居住女馆 期间产生所有费用 均由私自拆除承重墙的金链哥一人承担 无事男子会开现身房 砸掉承重墙 导致墙子开裂 整栋楼变成微房 神 什么 1.6个亿 你是说是1.6个亿的人民币 当心练哥得知 因为自己砸掉承重墙 导致损失1.6个亿时 被吓得浑身颤抖 随即他颤颤微微地说道 不不不 这绝对不可能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就是砸了自家的一面墙而已 怎么可能导致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 这绝对是开发商的问题 肯定是他们偷工减料了 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哪 我只是装修自己健身房而已啊 说着那金链哥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要知道他辛辛苦苦创业十多年 也就存下来一百多万 现在一下子要赔偿1.6个亿 就算是把自己给卖了 也不够一个零头的 看见金链哥这副模样周围的住户们 继续说道 还开发商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承重墙啊 那是承担楼层重量结构的墙体 那是连开发商都不敢动的墙体 你居然敢砸了 你现在就等着赔钱吧 对 必须赔钱 我现在还背着房贷呢 现在变成了微楼 你让我怎么办 周围住户们纷纷让金链哥赔钱 金链哥见此情形 只好往装修工身上推 大家听我说 这不赖我 却是这该死的装修工李麻子的错 他在明知道 是承重墙的情况下 居然还给砸了 都是他的错不赖我啊 然而在一旁的李麻子 听到这话顿时暴跳如雷 他妈的金链哥你说什么呢 我当初可明确的告诉了 你这是承重墙 是你自己非逼着我砸的 这能怪我吗 反正这钱我是赔不起 要赔也是你来赔 见两人开始争吵了起来 鼠鼠同志开口说道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现在房子已经变成了微楼 当下如何安置这两百多名住户 才是当下最应该解决的 现在还能怎么办 我们只能先住酒店了 当然住酒店的钱 必须先得金链哥出 随即叔叔同志说道 金链哥 李麻子你们先按照 每户两百元一天 两百八十户的标准 先支付住户们 为其十天的酒店开销 一共是五十六万 每人先掏二十八万 接下来我们再商量着如何解决 听到要先掏二十八万 那金链哥顿时不乐意了 他创业这么多年 也就赚了一百多万 这一下子要掏出这么多 这比哥他肉还疼 于是说道 叔叔同志 他们住酒店 凭什么我掏钱 咋讲也是李麻子咋的 这不关我的事 然而看到这么不讲理的 金链哥叔叔同志 也不惯着他 事到如今了 你还想耍赖 你知不知道 这还仅仅是十天的住宿费 后面如果修复不好的话 还要赔偿1.6个亿 就在这时 房屋安全检测员走了过来 根据检测 整栋楼全部开裂 根据现有的维修方案 只能往裂痕里加住水泥 外墙四周 重新用水泥加布的方式来修复 但这样的方式 风险系数依旧很高 往后仍旧有随时倒塌的风险 听到这话周围的住户们 彻底坐不住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也就是说 咱们的房子修复不好了是吗 随着带头 住户这番话一出 后面的住户也跟着着急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们的房子修复不好了 不行不行 反正我不管 这钱必须由他们两人赔给我 看见在场的住户 一个个都愤怒故意 叔叔同志说道 大家先稍安勿躁 此事关系重大 我们先把涉事人带回警局调查 后续的事情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 接着叔叔同志 就把金炼哥和李麻子带回了警局 警局内叔叔同志对着金炼哥说道 金炼哥 李麻子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仅要赔偿损失 更是要被判五年起步的 你们这种情况十分严重 有可能几十年或者无期徒刑 听到几十年或者无期徒刑 金炼哥和李麻子彻底慌了 他们之前以为顶多赔点钱 要是实在赔不起 最多也是被列为老赖 现在听叔叔同志这么一说 不仅要赔钱 还要被判几十年 那可是几十年啊 这要是进去了 这辈子不全完了吗 想到这里 金炼哥和李麻子双腿一软 跪了下来 叔叔同志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砸长重墙的 这样钱 我们赔钱 我把所有的资产 一百六十万全赔了 好不好 我真不想进去啊 是啊是啊 叔叔同志 我只是个装修工 还要照顾老妈 这要是进去了 以后我老妈怎么办了 然而叔叔同志并未搭理他们 直接将他们带了下去 故事的最后 金炼哥和李麻子 因为砸掉 程中墙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拍卖两人所有资产后 每人仍需归还八千万的债务 两人因为无知 砸掉程中墙 这辈子算是全毁了 无知男子 会开变成房 砸掉程中墙 导致墙之开裂 整栋楼变成微房 经权危机构检测 确定是因为三楼金炼哥装修砸掉程中墙 导致房屋开裂 现整栋楼被评定为微房地级 请所有住户尽快搬离 神 什么 我们家变成微房了 当住户们得知因为 金炼哥砸掉程中墙 导致整栋楼变成微房后 直接暴怒 他妈的你 吃饱了撑的是吧 好端端的 砸什么程中墙 这房子我刚花五百万买的 才住半年就变成了微房 这个损失谁来赔 就是就是 为了买这房子 我还背着几百万的房贷 现在房子变成了微房 怕是白送都没有人要了 你让我们怎么办 住户们一个个愤怒地看着金炼哥 那眼神恨不得把他生存了 然而金炼哥却并不认为 这是自己的问题 慌什么慌什么 一个个还有完没完呢 我不就是砸了一面墙吗 我现在就把他修复好 不就行了吗 批大点事还慌慌张张的 听到这话 住户们火气更大了 修复 现在修复 还有个屁用 我们的房子都变成微房了 我们几百万的房子 现在白送怕是都没有人要了 这个损失 你赔偿得起吗 文言金炼哥 也是不甘示弱地说道 赔偿 凭什么我来赔偿 我只是砸了 自己房子的墙而已 我砸了自己的墙 房屋塌了 这关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们 想让我赔偿 门都没有 众人知道和这种人说 再多也是废话 于是直接朝物业经理说道 你是怎么当这个物业经理的 平日里收物业费的时候 你们比谁都快 现在人家装修 把承重墙都给砸了 你们都不知道吗 物业经理自知理亏 低下头没有说话 见状带头的住户说道 看这样子事情已经闹大了 咱们报警吧 听到报警二字 周围的住户们 这才反应过来 这种事情 现在只有等警察过来 才能商量如何解决 就是就是 必须报警 必须把这个骇人精 给抓进去台风认机 接着带头的住户 就掏出手机报了警 大概半个小时过后 鼠鼠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看见承重墙被砸了 鼠鼠同志也是一惊 要知道 如果因为承重墙被砸 导致整栋楼变成 微楼无法修复的话 那这个损失 起码九位数 这是谁都无法承担的 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楼上的几百名住户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鼠鼠同志问道 金炼哥 你为什么要拆除承重墙 然而这时候 金炼哥一是道出大事了 开始耍起了无赖 什么承重墙 不承重墙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在装修 我自己的健身房 然后房屋 就裂开了 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见到金炼哥 都这回儿了 还在耍无赖 带头的住户火器 立马就上来了 踏马的金炼哥 你少在这儿 给我装 你不知道 难道砸墙的工人 还不知道吗 肯定是你们篡通好的 接着他又对鼠鼠同志说道 鼠鼠同志 这肯定是金炼哥 和那砸墙的工人 串通好的 赶紧把砸墙的工人 也抓起来 就是就是 这种人真的可恨 明明知道这是承重墙 居然还给砸了 导致出现现在的结果 看见在场 所有人的要求 鼠鼠同志 掏出手机 拨通了装修工的电话 喂 你好 请问你是李麻子是吧 你昨天砸了 沙雕亭源301的承重墙 导致墙体开裂 你现在过来一趟吧 当看见现场聚满了人 李麻子也知道 事情闹大了 但想到金炼哥 亲自写下的承诺书 这才松了一口气 鼠鼠同志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还有什么事情吗 赶紧交代 这承重墙是不是你砸的 你为什么要砸承重墙 鼠鼠同志什么承重墙呢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负责拿钱办事 这都是金炼哥要求我砸的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风卖傻 你作为一个装修工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是承重墙 就算你一开始不知道 但承重墙里面 是有钢筋的 你看看现场这么多钢筋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赶紧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听见鼠鼠同志这么说 那装修工知道 自己糊弄不下去了 于是说道 鼠鼠同志 这不关我的事 是这金炼哥要求我砸的 他说只要我砸就给我加钱 还签订了承诺书 鼠鼠同志你看 这是金炼哥写下的承诺书 上面清楚地写了不关我的事 接着他就掏出了承诺书 鼠鼠同志 接过承诺书 上面确实写得清清楚楚 事情是金炼哥一人所为 接着鼠鼠同志说道 这上面确实写着 是金炼哥的要求 但是你作为一名专业的人士 在明知道砸承重墙 会产生什么后果的情况下 仍然选择砸掉承重墙 你这是知法办法 最佳一等 听到鼠鼠同志这么说 李麻子下的腿都软了 正当他准备开口时 房屋检测员拿着损失评估报告 走过来说道 去初不估算 因为李麻子和金炼哥两人砸掉承重墙 导致墙体开裂 整栋楼200多户 全部变成微房 初步统计房屋损失 大概在1.6亿左右 进门 谢谢观看